哈喽,大家好 今天集合这两天自己选车的经历 继续给大家讲讲怎么看车 我的目标车型有两个 一个是斯巴鲁的BRZ 最好要取款以后的 另一个是马自达的ND MX-5 但以我的预算很难买到ND2 也就是19年以后的款型 毕竟是个敞篷车 就是一个大玩具 那我在网上找了不少的车员 包括一些私人买家 在Craigslist上贴出来的一些自己的车 因为现在是夏天的缘故 那么很多私人买家 就坚信自己的车 肯定能在这个时候卖个好价钱 所以价格上来看的话 和车行的车比起来也就差不太多 最后我就选择去看一辆车行收回来的车 这是一辆17款的RF 也就是硬顶的厂 然后它是选装了BBS和Brembo的那个package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 我宣称是零事故 公里数也只有12000多 非常的低 加上车行在月底要打单 优惠的力度可能会比较大 我就决定动身去看一看 我去的时候是周六的下午5月30号 我功课也做的挺足 对这个车的行情也比较了解 所以心里有一个价格的底线 绝对不能突破 建议大家去车行选车的时候 也给自己做好功课 设定一个底线 千万别被销售牵着鼻子走 当天有点下雨 所以销售把车停在了棚下面 方便我看 那我是在一个奇亚的棚下面 在一个斯巴鲁的4S店 来看一辆马自达的车 首先围着车转一转 然后看看外观上有没有明显的瑕疵 什么石板脱落呀 很深的划痕之类的 这辆车的外观挺不错的 接下来检查下轮毂和刹车盘 摸一摸看看磨损 这辆车棕色的内饰看上去特别的不错 除了驾驶座位有轻微的磨损之外 其他地方都非常的好 那咱们例行还是开机盖看一看 顺便把后备箱也打开 那机盖打开呢 我习惯性还是喜欢看螺丝 这辆车的两侧椅子板是有装饰条在那 但是不影响咱们观察 右侧看上去还挺不错 没有啥问题 左侧的翼子板的螺丝没啥问题 但是大灯好像动过 看咱们对比一下这个螺丝的新旧程度 对焦对的不太好 但是也能看清 这一颗明显是拧过 还有一个没拍进来的就是 发动机盖 左侧缝隙稍微有一点点大 咱们再看看机舱里边有没有漏油或者渗油的情况 这个车是没有 机脚螺丝标记还在没拧过 都把机油标尺拿出来检查一下机油 一个人拍不了就没有拍进来 接下来把车打着 然后感觉一下发动机运行的情况 是不是平顺 有没有奇奇怪怪的声音 这个踏踏踏的声音是高压游泵 这个是正常的 自动液的页面 正常范围 看一下冷却液的页面也是在正常范围内 然后转到后面看看排气有没有奇奇怪怪的烟子冒出来 这个属于正常 这个属于正常 接下来看看有没有补漆 尽量到处都看看 多采样才不会有遗漏 漆面的状况是非常好的 没有发现有碰撞过 补漆的痕迹 接下来看看后备箱 打开一看非常的干净 但一定要把内衬掀起来看一看 掀起来发现很多水在里面 很有可能敞篷结构漏水 把这个问题记下来 咱们接着看 方向盘每天是你接触的最多的地方 一定看看有没有磨损或者是有破损 硬领敞篷这里有一个封挡的结构 是比较独特的 接下来咱们看看开棚和关棚 那我把声音放大一点 大家听一听这个棚在运转的过程当中是否平顺 有没有杂音 这个棚开关的过程都很深 没有特别多的杂音 也符合它一万两千公里的里程 但漏水 可能的漏水吧 是个问题 就看待会去跟销售谈怎么说了 好 关棚也一样 很顺滑 没有杂音 硬顶的钩子自己勾上去 不需要手拉 接下来看看有没有存在ECU里面的故障码 我用的这个OBD不是什么高级东西 只能大概的看一看 原厂有特别多的私有协议 这个是解析不出来的 但是大概看看也好 安心一点 查故障码的时候 最好是把车子发动起来 但是有的车型直接开店也可以读取 这个软件在APP Store随便搜一大堆 然后选评价好的下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下我这个 我这个特别慢 发现两个代码 然后显示这个车最近轻过故障码 不是什么好事 接下来咱们看看空调 空调系统修起来特别的麻烦 千万不要相信销售告诉你 充点浮就可以了 没那么简单 我的建议是空调不好的车 一律pass 那咱们把温度开到最低 风开到中等偏上一点 然后用你的那个手指伸到那个出风口里边去感受一下 伸不进去的话用小指头 小指头走进得去 进去之后呢 你会感到就是冰冰凉的感觉 如果不是特别的凉 那就要注意了 因为正常的空调出风口的温度的话 是5到10 最高不超过10 然后作为加热也试试 雨刮试一下 然后喷水系统试一下 接下来试试音响系统 我的方法比较简单 不能够测试音质 只能够测试原厂的这套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咱们把声场前后左右的移动 来检查各个扬声器是否工作正常 你也可以带上自己熟悉的歌曲 然后放出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把音量开大一点看看有没有时针 有没有明显的破音 最后看一下车辆的驾驶辅助 这个最好在试驾的时候测试一下 同时也检查一下灯光系统 看看是否都正常 最后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看这台车的一个结果 最终我是没有选择这台车 首先它的后避箱疑似漏水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修漏水的敞风车更麻烦的事 接下来是它的故障代码 车行的朋友给不出一个很好的解释 我也没有去刨根问底 给大家都留点面子 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还是因为穷 价格谈不到一块 我严重怀疑这台车他们收的时候 收的特别的高 已经放了三个月以上了 还没卖掉 所以我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 一定给自己设一个价格的一个底线 一定坚守住这个底线 好了 看来我的看车之旅还要继续了 那今天先到这里 感谢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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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次再见